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一切的开创者都源于一个叫耶律阿宝基的契丹男人 二 耶律阿宝基的出身公元872年 一个名叫耶律阿宝基的男孩出生在一个契丹贵族家庭 他出生时很不幸 正好赶上了部落贵族之间的权力争夺战 耶律阿宝基的祖父不幸战死 父亲和叔叔伯父们在被逼无奈之下 也只得出门庇护 而耶律阿宝基的祖母将他藏了起来 因此他才能躲过一劫 留得性命 后来耶律阿宝基的家族再度得逝 他的伯父开始担任余悦相当于戏丹的宰相依旨 耶律阿宝基也开始受到重用 耶律阿宝基长大后 英雾远过于常人 辽史记载他 身长九尺 风尚瑞下 目光射人 官宫三百斤 能开三百斤的宫 即便在以永古建成的游牧民族 也是很厉害的了 展开全文耶律阿宝基 代兵出征三 耶律阿宝基 掌权执掌国政的伯父 非常重视耶律阿宝基 他把契丹部落最精锐的军队 契丹克汗的护卫军交给他带领 耶律阿宝基也不负众望 他亲自领着军队 打败了小黄士维 岳乌 姑姑等草原中小部落 战争的胜利和缴互 也让耶律阿宝基的威望日益加深 支持他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后来耶律阿宝基的伯父被杀后 年纪轻轻的耶律阿宝基称是 继承了伯父逾越的位置 由青年 军官逾越而成为国家执政官 由此可见 当时耶律阿宝基的威望 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峰 耶律阿宝基掌权后 在全部落的支持下 继续发动对外征服战争 先后降服了悟谷 岳 六西等草原部落 对这些草原部落的征服 不仅让契丹获得了牛羊马匹等物资 更让契丹获得了大量的精壮劳力 这极大的促进了契丹的经济和军事发展 不仅对外进行征服 对内耶律阿宝基也镇压豪强 打败了心怀不轨的耶律士鲁部落 契丹内战至此 耶律阿宝基对内树立了崇高的政治威望 对外基本降服了草原各部 从耶律阿宝基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 并以此来提高对内的政治威望的事来看 他无疑是一个有野心的枭雄 但野心这个东西其实人人都有 并非是枭雄的专利 但为何只有枭雄能够实现野心 而普通人的野心就是春秋大梦呢 因为枭雄懂得如何在自己野心实现的过程中 让身边的人获利 而身边获利的人越多 支持枭雄实现野心的人也就越多 这样枭雄的野心也就更容易实现 比如耶律阿宝基不断进行对外征服 每次战争胜利后的物资缴获 都极大地满足了契丹本民族的物质需求 因此耶律阿宝基越是发动对外战争 越是会有更多的人支持他 而越是有更多的人支持他 他的对外战争就更容易获得胜利 而相对于枭雄而言 普通人更多想的是野心实现后 对自己有怎样的好处 而忽略了身边人的利益需求 这就是枭雄能够成功 而普通人只能够做梦的原因 四 耶律阿宝基称 汉 称帝和建国契丹骑兵 进攻中原枭雄的野心 永远没有止境 耶律阿宝基就是如此 在称霸草原之后 耶律阿宝基把目光放到了南边的中原之地 公元902年 耶律阿宝基攻下河东 戴北九郡 俘获人口牛羊无数 公元904年 耶律阿宝基打败唐朝卢龙节度 使流人公 这是他第一次正面战胜中原强敌 公元906年 耶律阿宝基再次打败流人公 当时的中原第一军阀朱温听说了以后 也主动派使节与他交好 由于对内和对外的种种攻击 耶律阿宝基在契丹部落内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原刃契丹克汗横德锦死后 契丹贵族一致推认耶律阿宝基威心任克汗 根据当时契丹部落的习惯法 一任克汗的任息为三年 三年后必须换人 不得重复 但耶律阿宝基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 他违规地连任了三届克汗 也不愿意交出权力 不仅如此 公元907年 耶律阿宝基称帝康 这意味着 他要永久地掌握最高权力 不允许他人染指 汉化的游牧贵族 这就导致契丹内部 围绕着领袖之位 产生了新的权力争夺 首先发难的是耶律阿宝基的弟弟们 史称朱蒂之乱 公元911年 耶律阿宝基的五个弟弟耶律阿和 耶律迭纳 耶律银邸 十 耶律安端 联合起来 准备起兵造反 但由于不慎导致计划泄露 耶律阿宝基提前得了消息 所以 叛乱破产 可能是面积从小到大的亲情 耶律阿宝基不忍心杀掉自己的兄弟 于是 便赦免了他们 这是耶律阿宝基兄弟们的第一次造反 但可惜的是 权力的诱惑大于亲情的阻拦 在一次耶律阿宝基的对外征战中 他的兄弟们再次造反了 耶律拉格率军在耶律阿宝基回反时拦住他 逼迫他重新召开可汗选举 无奈之下耶律阿宝基只得答应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由于崇高的威望 耶律阿宝基再次当选弃丹可汗 这是耶律阿宝基兄弟们的第二次造反 公元913年 耶律阿宝基的兄弟们 先是拥立耶律拉格为汉 然后又企图劫持耶律阿宝基 逼迫他参加可汗改选大会 结果 阴谋再次泄露 耶律阿宝基与他的兄弟们 见世界已无法挽回 于是双方开战 经过一番残酷的内战之后 耶律阿宝基取胜 但是战争对部落的伤害极大 草场凋零原本是 游戮民族的契丹部落 在战争过后出门都只能不行 而无马可乘 在整个诸地之乱的过程中 耶律阿宝基屡次容忍弟弟们的造反行为 可谓是人之意尽的 但仍然不能制止叛乱 为什么呢 因为耶律阿宝基有对权力的野心 而他的弟弟们也有 而野心是什么 他是人类眼中的终极目标和最大利益 而一切的宽恕和恩情 在人类眼中都抵不过这个终极目标和最大利益的诱惑 所以耶律阿宝基和他弟弟们的权力战争 必然会爆发 所以我劝各位读者 人都应该有理想 但不一定要有野心 所谓理想 就是我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 但我为这个目标的付出是适可而止的 而所谓野心 则是我要达到最高的目标 而我为了这个最高的目标 是不在乎付出一切的 所以我认为理想让人上进 而野心让人疯狂 七 但一共有八个部落被称为契丹八部 而耶律阿宝基老是霸着契丹部落的克汗之位 这也引起了另外七个部落的不满 在另外七个部落联合的强势压力下 耶律阿宝基暂时选择妥协 交出了契丹克汗之位 但是另外七个契丹部落的食言 都由耶律阿宝基的部落攻击 所以耶律阿宝基要求另外七个契丹部落的首领 为了报答食言的恩情 都带着牛羊前来感谢他 另外七个契丹部落的首领没有防备 应约而来 结果被耶律阿宝基埋伏的武士全部杀死 契丹贵族荣装图杀死这七个部落首领后 耶律阿宝基趁时发兵 统一了整个契丹八部 此时的契丹 已不再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紧密联系的国家 在做好了这一切准备后 公元九百一十六年 耶律阿宝基再次称帝国号契丹 公元九百二十六年 耶律阿宝基在征伐渤海海军的途中病逝 终年五十五岁 枪军立于沙场 之上他建立的契丹王朝 便是后来大辽王朝的前身 后来雄马东亚对南亚之宋帝国 对东祥夫女真部落 对西让西下称臣的大辽王朝 实际上的开创者正是耶律阿宝基 文史君说 耶律阿宝基是个成功的政治家 那他成功的原因为何呢 第一 他懂得用行为让别人获利 然后让别人来成就自己 比如他的对外征伐对本部落的人民有力 人民就支持他 第二 他有野心 但又懂得妥协 比如第二次朱棣之敌时 他懂得忍让 重新召开了可汗选举大会 否则 当时和耶律阿格火病起来 他不一定能够取胜 第三 他懂得 先是若让敌人松懈 再一举将敌人消灭 比如消灭其他七个弃丹部落的首领时 耶律阿宝基先是让出了可汗之位 这时是若 后来又假借感谢之名 让其他七个部落首领不加防备 再照来再全部杀掉 这是趁敌人松懈 一举消灭敌人 总的来讲 耶律阿宝 基这个人虽然身长九尺 官功三百斤 勇猛无比 但他的志是大于勇的 参考资料 一 袁托托 聊史 中华书局 2016年版 二 宋薛居正等 95代史 中华书局 1976年版 作者 浩然文史 看详 本文 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 如有亲权反请联系作者删除 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 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 您的点赞 转发 评论 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